在思宜一一唱名下 包括明川大学 文化大学 中华大学 大华科技大学 龙华科技大学 等五个学校461位毕业生依序入场 海外青年技术训练班北区联合毕业典礼 上百位毕业生将会场记忆的水泄不通 另外更有六百多位从各桥居地特别来台 参与毕业典礼的家长亲友 场面热闹滚滚 桥生们的大家长 桥委会委员长吴欣欣出席致辞时 也分享了与海青班杰出校友交流的情形 我们桥委会的海青班在东南亚 特别是马来西亚 我们培育了很多优秀的青年 而且成为我们很重要的海青班的同学 回到自己的桥居国之后 都在各行各业有很好的发展 都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丢台校友 我记得我今年八月份去马来西亚参加文华之业 我也到了槟城 我们槟城我去看了一个以前读屏东农专 现在是平科大 一个毕业的海青班的校友 他在养热带鱼 他跟我说 委员长我这个热带鱼只要每长一公分 就值新台币一千块钱 他说我这个热带鱼是全世界唯一独有 我自己研发出来的品种 那他来读海青班 他说他很感谢屏东农专的老师 对他的栽培对他的教育 让他学得一技之长 委员长鼓励毕业生 无论是继续在台湾升学 或回到桥聚地工作 台湾永远欢迎海青班校友 随后委员长也一一颁发感谢状 各校海青班毕业生也列队上台 由各校师长先授予毕业证书 再由委员长一一与大家合影留念 吴委员长也配合学生 合照时摆出各种活泼手势 展现亲切的一面 典礼上也安排学生代表 致赠学生所创作的毕业成果 让委员长予以留念 我很庆幸在桥委会的帮助下 我来到了第三次期海青班 毕业生致辞代表 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陈建安 他分享自己来台留学的心路历程 也感谢桥委会的帮助与师长教导 海青班协助让他达成梦想 典礼后明传大学副校长陈振南 和各校代表陪同委员长参观 北区海青班毕业生静态成果站 见证学生的努力向学 全体毕业生也在参会上轮流带来演出 无论是歌唱或舞蹈 让师长们看见这两年在台期间 学生们如何团结合作与充实生活 北区联合毕业典礼 也在学生的精彩表演中圆满落幕 台湾宏观电视 产业文中建钢桃园采访报道